油菜花都开了啊 好漂亮的 好多密封 大家好 我是老田啊 我在家里种了一块地 用来种粮食的 到时候种点粮食吃 就不用买了 冬天的话可以用来种那个油菜 榨菜油吃 带大家去看一下啊 这老家 那多啊 好 种油菜的这个全是 包括这一块空的地方也是 这里开始 一直到油菜花的尽头 这边是粮母 那边那里 那个油菜花比较高的那里是 六分一共是粮母六 等它自己要挂的时候是吧 我老爸说这个田 种那个田瓜麦很适合的 这谁啊我撒了 我撒 过来 过来 爬得上来吧 都爬不上来了 过来 打边 这里 好 这个小狗很粘人的 走到那里跟着那里 那边那个人在那里钓那个鸡鱼 丢地啊 咋 到边过去就要丢一糊多啊 呆嘛 哦 哦 现在天气暖和了啊 河边 钓鱼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好多从凤凰跑过来的 等我们在河里来钓鱼 我今天晚上 我也去钓了 就钓了一只 有个人钓了十几只 那个鸣鱼啊 不大 就 这么大一只 你看 这个是什么花 很漂亮的 这边还有一颗呢 打他没拨了 我没想起来 我择过来 当年都弄了 没有了 没进了 这边有点 扯的时候 你给你捏捏捏 再撒 嗯 撒不上去 嗯 这个是我老妈 今天在他们那边干活 拿着这个 母库 晚上拿回去 给田上尝一下 啊 这个鸽爬到我身上来了 你看 走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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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带大家去看的这块田啊 是我祝别人的 准备是用来种水稻跟油菜的 呃 面积是2.6亩 年租金是150斤那个骨子 这核钱的话 这核钱的话大概就是200块钱左右吧 因为现在股价也是一块多钱一斤 这两亩多田 种水稻的话 产量大概是在1900斤到2000斤左右 种油菜籽的话 大概油菜籽产量在300到400斤 可以榨100多斤那个菜籽油的 有很多网友肯定会很好奇的哦 我们家在农村的怎么还要去租别人的那个田来种 说实话我们家的田真的是很少的 加起来就一抹多一点 现在我们能种的地方 就刚才我们去看田的那一边 我有三分田 呃 再还有我妈有四分五 在河的对面 现在也不种了 因为有点远 去那边也不方便 现在住给别人种了个牛草了 再还有我爸 有个一分多田还是两分田 在十几公里以外 我反正没去过 现在也不种了 住给别人了 再其他的就是像那个山上 还有个一两分田嘛 那山上种的话 风险比较大 如果天干的话 那就没有收获 所以说现在那边也不种了 嗯 种了一点那个橘子树 所以说我在家里的话 就 呃 住了一块田来种 因为你如果在家里的话 米啊 也要吃的 油也要吃的 只种一点的话 那也省一点 对吧 这个住金 还算可以吧 也不贵 一年就一百五十几股子 而且离家也近 所以我就 住来 自己种水稻 跟那个油菜籽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